除了首獎 另外十五位入圍台北美術獎的藝術家作品一樣精彩 有一些藝術家融合不同素材的裝置作品 也有藝術家惡搞歌劇歌詞反過來嘲諷自己 而本屆最年輕的藝術家才二十五歲 他把美國七零年代流行的燈飾 結合了台式的路邊攤餐車 探討東西文化的衝擊 跟台灣的年輕時代有一點不太一樣 是你的想像力跟薄薄 比較直覺 比較直覺 台灣稍微年輕 笑起來很燦爛的二十五歲藝術家倪浩 頒獎完 評審特地找他來 點出他的特別處 評審認為倪浩對生活中不同的人文 自然現象 觀察得很仔細 這東西叫做Rainland 就是近年來我去陪人家吃飯 就發現到這個東西裡面有個小木屋 然後就放在你的客廳那樣子 我就是受到莫名其妙的感動 就覺得說奇怪 原來慢動作下雨的東西 不是只存在說在音樂影片裡面 還是說現在的電影裡面 將路邊攤的移動餐車搬進北美館 重新結合礦物油 釣魚線與車燈等混合煤材 製造聚光燈照在雨夜裡的詭異氛圍 車燈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車子裡面最具代表性的東西 也呈現說像一個好像說恐怖片 動作片 這種詭異的感覺吧 倪浩部展的作品都圍繞著一幅以圈為名的概念創作 從觀看到昆蟲去往光亮的地方飛行 因為這個燈泡是假的 它也代替了月亮這種感覺 也發現說其實就是一個科技跟自然跟身體 這些關係那樣子 運用人工產品和昆蟲的衝撞 來探討驅使人類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 倪浩的作品被選為台北美術獎 五件優選作之一 倪浩的歌劇《公主徹夜未眠》 回蕩在整層展廳中 不過你真的聽清楚了嗎 一開始覺得很高尚很澎湃 後來發現是搞笑被騙了 其實也是有一點點 那麼一點點的呼應就是高尚的藝術 其實我們就是 大家都有一點點上下交響的感覺 藝術家陳以萱 用網路語言空耳歌詞 音譯義大利文 反思所謂的藝術價值 空耳的東西都是有一點點在搞笑嘛 只是我越來越發展 就把這歌詞寫成我大概有我要的意思 這些歌詞裡面一直在 以穿搭出的一個疑問 就是我到底懂不懂我在唱什麼 那你也懂不懂我在唱什麼 回過頭批判自己 陳以萱的勇嘆調 更像是戲劇自己的獨白 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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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的了